生意就沒問題了 所以同一個屋若你見到山 和不見到山就完全兩件事 這個望膚石 好像我們有工作人員都是住那區 看樣子… 望膚石是否真的可以看得到 當然, 看樣子是鴨角中佬 沒什麼希望, 希望他有奇蹟 望膚石你也說了, 說不定 媽媽背著兒子 站在山上等老公回來 可能走路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那是否看了望膚石就不好 通常感情都容易有問題 但是你不是說近那邊就有問題 要看得到才有問題 這樣也有得擋 你就放一個人仔, 放在窗邊 讓他找回老公 因為你看到獅子山另一邊 完全看不到一個亂石 因為這裡也是獅子山腳 不過另一邊完全沒問題 因為你看不到那些亂石 全是胖、厚、有草 所以你看到大圍那區 也是這麼發的意思 師傅,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的房子對著望膚石 它不是對著我的 是可能側面或者背著我 我需要把公仔放進去 它不是日韓望膚石, 有甚麼分別 如果我結婚, 不是單身 會否他搶了我老公 我還是要把男生公仔放進去 當然, 隨便你想跟人家分老公 就不用擺放 明白 來到這裡, 又要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繼續看山 有將軍路最多人口的山 和馬安山那邊的山 記住留意 是, 你看見窗外, 外面的建築物 會否看到你很不順眼 令你心碎不靈呢 你是否住一條當旺水的地區 馬路, 天橋, 鐵路, 醫院 墳場等等的殺氣 又不會殺到你的家 別猜了, 立即拍下它 將相片的電郵過來 又或者將資料傳真給我們 蘇師傅就會為大家實地考察 解開風水二蘭 將軍澳三面環山 有利家宅安學 山形似馬安, 確保合家平安 好, 歡迎繼續收睇風生水 正路版, 我們馬上看看 將軍澳的山吧 所有海區, 地氣沒那麼快定 什麼時候才定? 起碼穿了幾年 所以你見到最初搬進去的 是比較容易生病的 現在開始慢慢定住了 慢慢開始喉 對, 但將軍澳屬於西貢區 所以所有山都很漂亮 你看到所有山, 又肥、又厚、又有草 像麵包一樣 原來麵包可以叫菠蘿包山 山肥人褲, 山壽人機 有菠蘿油吃也不錯, 是不是? 將軍澳的人會複補 沒錯, 慢慢聚到 你看到電塔距離得非常軟 有時候你見到山中間上面有一個山墳 零零零一個, 因為山比較漂亮 所以人們會選擇明月撞在那裡 所以那些範圍是好的 這樣不會破了風水嗎? 不會的 如果我看到那個風水 一個不是很…一大堆很亂的 就不會的 全部很漂亮的山 圍著來說, 其實是一個澳 三邊環山, 一邊出口而已 所以叫山環水泡, 最倒財的 既然叫馬鞍山, 你看樣子就像馬鞍 馬鞍下頭喝水, 你就站在上面 這個貴人 真是看到我看不見 這個頭在那裡 所以不是吧 看風水最高境界就斷古 這個馬鞍馬鞍在那裡喝水 你再看, 這個是馬頭 這個角… 馬鞍下頭 這個角度沒那麼容易看 你日常有空去看, 角度很容易看 馬鞍山跟我們剛才看的 中間澳差很遠 你看那些山, 零零丁丁有些亂石 然後背部就沾削的, 是不是 好像背部凸出來那樣 做事就辛苦了 但前面有水, 是不是好嗎 水也沒有用, 它是西北水 我們經常說西南水就快了 它是西北水也不知道何時才快 現在才走到大水坑 不知道何時才走 真的有點暗 然後又掉石了, 是不是 掉石又生病了 這些全部都掉下來的 所以暫時還沒有那麼快 起碼還要再墜汽 馬鞍山人口不夠張君澳 人口其實不是差很遠 而且馬鞍山其實開埠多 比張君澳 只不過地理環境影響 所以看到現在還沒墜得旺 看到那些山全部都有缺點 那些位置又不是很墜 全部都像鬆鬆散散散 又不得藏風墜汽 所以如果看到山的位置有亂石 都會適宜放回三盤綠色靜汽 又去擋, 一樣的 師傅, 你說馬鞍山 人們搬進去會做事比較辛苦 沒錯… 會否真的很明顯 每一個人搬進去馬鞍山 都比以前更辛苦 我經常說風水 一命, 二運, 三風水 每一個人不同的命 有不同的影響 你怎可能一個地方不好 就全部人都不好 當中住屯門都是發達的人, 對不對 主要是大部分人進去會比較差 會比較差一點 新界吐露港, 最多風水靈山 師傅, 我們看完馬鞍山 馬鞍山直入一直吐露港 裡面都有很多山 沒錯… 有八仙靈 接著有大埔 一邊去… 對, 我們馬上看看 好 山來說, 完全不同的 全部的山很肥的 有九套山, 是不是 九套山, 都是肚滿常肥 肚子也是有好處的 九套山, 很多有錢都住的 是啊, 我那時候也看過 沒錢買, 我窮人的時候 不是很漂亮, 全部的山很漂亮 一個大尾督 如果像我這樣窮窮地 在這裡買一份層樓不錯 現在樓價比較低 但是風水就好, 有潛力 這裡的村屋的人應該都很好 不錯, 你看那些山 全部比較有氣勢 而且全部肥厚 一點爛石都沒有 適合隱居山 那些很漂亮 有一點下次都沒有 八仙嶺 八仙嶺其實有九個… 我們工作人員跟我一樣 都是數過, 其實有九粒頭 它可能沒有九仙嶺 隨便減少別人的一粒就當八仙嶺 好聽一點 可能好聽一點, 威風一點 你看到右手邊最尾的 這個八仙嶺 其實有九粒 這個山這麼闊 原來叫做開障 叫做蟲蟲開障 開障來說, 屬於一個好的山 接著就可以結月了 前面我們要考慮我的學生 這裡原來有大笨象手水口 誰像大笨象, 有人看到嗎 誰像大笨象 我看見好像有一條鱷魚似的 哪一條 我看見好像鱷魚 我看見很奇怪 不要緊… 應該是… 拍一次給你看 應該可以拍一次 哪個, 後面那個 這就像大笨象嗎 哪個, 後面還是前面 前面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哪個, 後面 證明你沒有天罰 因為看山很難, 尤其是看陰宅 你看山來說 因為我們經常說 枯形喝醬 這個像得多重要 醬的背脊 背脊 醬頭 醬頭 然後醬臂 醬臂長得這麼厲害 然後後面有八仙嶺 所以後面有一個開醬 前面有水, 有絲醬手水口 原來這個是明月 有一個叫海螺套肉 八仙就像海螺 然後套了一塊肉出來 在這裡透涼 你試試拿去大尾 繞回沙頭角 很漂亮的, 沿途的路 全部都是這樣的 山的一些瑕疵都沒有 全部又肥又矮, 是不是 對 可能那些人真的在這裡租一個地 然後租給別人 然後不用做, 在這裡逃街 你每天就拿來貢獻區 山肥仁虎, 肥得多厲害 這麼遠, 有錢都撤起來 也不怕, 這些人不做了 因為高的山, 它是薄殺的 高的山就薄殺 這些矮肥的山, 其實不用怎麼做了 退休可以選擇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們有行龍和子龍 其實這些龍就停的了 不再動的了 元朗山肥人褲, 有錢不優重 好, 然後再殺進去 是一個人口很多的地方 元朗 是 看看來 元朗是一個大盤地組成的 所以元朗大得很厲害 周圍的山都肥厚 不過是冷一點的 山沒有剛才我們看的 有些這麼矮, 這麼肥, 這麼慢的 它有一點動的, 有些波浪型的 元朗是否只有一個很好的 好地方 因為這麼大的盤地 等於我們跑馬堤的盤地 這裡起碼比跑馬堤一百倍都不止 你想想, 香港你說不夠人主 這裡一百萬人都住得下 對呀, 元朗的原居民發財了 對呀, 那裡是一個敘寶盤 那個地方很漂亮 還有很多名月都是元朗的 我們有這個仙人大座 還有那個玉女拜堂, 很有名的 玉女拜堂是什麼來的 玉女拜堂是一個名帽 很多名帽都是鄧氏家族 全部立了, 因為她的祖先 原來就是賴布依的徒弟 真有奇人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說故事 元朗的山有時都沒有這個大埔那麼漂亮 這個爛了一點點 而且這些崩了, 後面的山那一層很漂亮 前面崩了, 這陣子的地位沒那麼好 就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元朗的原居民被人收拾, 一定會發財 他們不是收拾, 靜靜起村屋全部租出來給你們 他們要包租公, 收拾, 沒了草葉 很少收 是對的, 所以挺好的 我們搬進去的人要爬世界 元居民不用爬世界 你生一層一層, 多漂亮 不是的, 你說搬進去的地也好 但你開始的時候要爬世界 你不是元居民, 人家根底厚 又鬆潮下去, 來到現在 多少年了? 一千年了 師傅, 我想問當時, 你七運當時 說過全新界區最好風水就是大埔 沒錯 現在轉了八運, 會不會依然是大埔 還是轉了其他地區? 都是大埔旺的, 因為我們如果計算地運來 用江東掛和江西掛 江東掛掛運原來到了2016年 還有十年旺 龜蛇手水口, 環手風水局 看這麼多山, 你說有怪山 沒錯, 飛鷹河山就怪了吧 還不知道, 原來還有一個龜蛇手水口 現在立刻帶你去看 是不是有龜, 還有蛇? 當然, 似乎的 我又要用一個想像力 你一看, 飛鷹河山百花林望下來 看到這個是白沙灣西貢 你看到一條蛇圍著海, 天然的屏障 旁邊的小島就像龜, 叫龜蛇手水口